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李商颖,自艺山,她的诗后人非常喜欢,情感优微,构思新奇,所言难寻,尤其是她的一系列无题诗写的缠绵翡测,优美动人,可以说是唐代诗歌史上一个独特的经典,千百年来广为传颂。 今天的节目,宁希和大家分享李商颖一首流传很广,同时也是非常经典的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其实,故意用无题作为诗的题目是李商颖的首创,她之所以这样,普遍猜测有两个原因。 一是诗中写的男女爱情在她所处的时代或许不能够被大部分人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她长期身处牛里党争的漩涡,对彭党倾讶怀着一定的恐惧,因此凡是对当时的时事有所感触,想要表达,就托男女之间的感情之事来进行一种隐晦的表述。 为了避免受到猜疑,干脆就用无题来作为诗的题目,所以她的无题诗就有十多首。 这首《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写作的具体时间和背景,已经难以考证了,有学者认为是具有政治寓意,而现在一般认为是一首纯粹描写爱情的诗。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残到死,思方静,蜡炬成灰,泪是干。 小静淡愁,云并改,夜阴阴绝,月光寒。 彭山此去,无多路,轻鸟殷勤,未探勘。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见面的机会很难得,分别时才更是难分难理, 况且又是在这东风江收的暮春天气,百花凋零,更加使人伤感。 春残一直到节俭将死之时,才会把丝吐完。 蜡烛要燃尽成灰时,像泪一样的蜡油,才能滴干。 女子早晨照着镜子装扮,担忧如云的并发在岁月里,改变颜色,青春的容颜消失。 男子晚上长吟不昧,感到冷月轻人。 对方的昼处就在不远的彭山,却无路可通,渴望而不可及。 多么希望有青鸟一样的使者,殷勤地为我去探看我的心上人呀。 这首诗从头到尾没有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从多角度表达了相思之情。 把相思与别离,现实与梦想,失望和希望,千里和咫尺相互交织在一起。 抒发胸中的哀伤和痛苦,独来楚楚动人。 开篇两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可以看出这里是受到了曹丕、阉歌行的别日合意,会日难的影响。 强调两个人因为分隔两地,难以相见,因而好不容易相见之后,离别就显得更加的难了。 这句可以说是体会深切而造句明达,独来快智人口。 接着李商颖以锦结晴,他敏锐地抓住木春时节百花凋零的景象,用来渲染离别时的欺商气氛。 含蓄内敛,颇有意境。 东风一般代指美好的时刻,而东风无力,是说美好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百花残,也就是说很多好的东西都凋零了。 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情感的描写,在李商颖的诗歌里是很常见的。 春残到死,思方静,蜡炬成灰,泪屎干。 这两句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不语。 静和干都是走到尽头的意思,让人想到用尽全力,全心全意等等。 可谓忠诚决绝,感人至深。 这里,蜡思的思字和思念的思字又是同音字,思念不止,眷眷情深。 这两句非常巧妙地用蜡思和蜡炬作笔,加上语言通俗,对偶工整,被人们广泛地喜爱和传颂。 如今,春残到死,思方静,蜡炬成灰,泪屎干,经常被人们用来比喻无私奉献。 比如拿来比喻老师,或者特别孜孜不倦,有奉献精神的人。 小静淡愁云并改,夜盈阴绝,月光寒。 写出了年轻女子小妆对静,浮病自伤的形象。 更写出了女方的思念和忧愁。 硬觉月光寒是借助天气的寒冷,反映心理上的凄凉和寒冷。 印字是猜测的口气,设身处地,体贴入微。 想象恋人也像自己一样,因为思念而寝食不安。 最后这句彭山此去无多路,轻鸟殷勤,未探勘。 是一种想要会面的渴望。 这里的彭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 所以这里急用彭山来比喻对方的住处, 因为无法前去见面,所以想请青鸟去探望。 青鸟是传说中西王母的姓史。 李少尹在这里想请青鸟为自己殷勤致意, 以慰藉双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思念, 并回应开篇《相见识难,别亦难的哀伤境遇》。 诗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读到的我们却知道, 他们爱而不得的痛苦还将继续下去。 这样细腻真挚的情感,是打动人的。 这首诗,融住着痛苦失望, 而又美好执着的感情。 抒情连绵往复,细微精深, 是一首绝美的爱情诗作。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爱情, 其实李商尹是借爱情来抒发对仕途的看法。 李商尹在激烈的朝廷斗争中被猜忌, 试图坎坷, 特别是到了晚期, 更是过着游牧生活, 他需要谋求一份新的差事, 所以隐晦地写了不少无题诗, 来表达自己想要求是的想法。 朋友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